咱们先来看一下500像素的蜜蜂 即使我不说它是蜜蜂 从它这个大致轮廓 应该可以感受到确实是 咱们给它放大 这一个格子就代表一个像素 500个格子就是500像素 但糊没啥细节 我们来看5万像素的蜜蜂 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 毛茸茸的感觉上来了 因为它这个屁股长得确实像狗熊 笨重又可爱 所以它有个名字叫熊蜂 我们继续给它放大 还是糊 格子又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升级500万像素的熊蜂 咱们首先看一下它的翅膀 脉络分明 在这个蜜蜂之间 它均匀分布着这些小点 这些小点是什么 等一会儿我们看下一个图 包括它这个眼睛 你看眼睛能看到 但是副眼看不清 再放大的话又成格子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图 5亿像素的蜜蜂 这个图给大家说一下 前期一共拍摄了6000张 6000张合成22张 最后再由22张全景拼接而成 这幅高像素的图片 接下来我们首先看一下它的副眼 哇可以 跟咱们之前拍的苍蝇啊蚊子的副眼还不太一样 还有点包姜的感觉 更像甲虫的副眼 它这个毛上面还有小刺 大家看到没有 水珠 咱看一下它的触角 触角也是比较光滑 你看也有包姜 还有两个点 这两个点是干什么的 是它的感应器官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 包括它这个腿上尖端还有倒钩 这个倒钩应该是用于固定作用 因为它的身体本身很重 笨重 需要固定 腿毛也是相当旺盛 你看这个腿毛上面还有细的刺 有意思咱们看一下背部的毛 背部的毛呢 也是一样的 粗毛上面有细毛 好我们看一下它的翅膀 翅脉 翅脉之间我刚刚说的那些点呢 它其实不是点 它是一个个小毛刺 你看没有 一根一根的 密密麻麻 这些小毛刺呢 慢慢的这些毛慢慢长长 就成了这个长毛刺 越靠近这个翅膀的边缘 这个小毛刺就越短小 有个好玩的地方就是在这 你看我把它放大 弯弯的像弹簧一样 肉在这啊 它不是弹簧 它是一根一根的 每一根都是这个弯曲的 所以看着像弹簧 包括这里也是新长出来的 它还没有弯曲 这是它的翅膀 接下来我们看看它的屁股 屁股上的毛 黄色和黑色相间 太稠了 蓬松的感觉 还有一点白毛 大家看到没有 白毛 黑毛 黄毛 三色 看着也是相当的过瘾